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老范读评 今天是9月18号 当然你们看到这个节目,跟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不是9月18号 我们反复解释过我们的日期是评论截止日期 在9月18号之前我们就会来读 第一条,公务员禁用iPhone 老范你仔细研究完就iOS的安全机制和安卓比 苹果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公司 安卓你可以说是很垃圾 但是安卓的牛逼之处就是把整个安卓代码都给你改动不了的东西 还是给不了 补充一点替换和改动是两个概念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他说的有些啰嗦 而且前后稍微有点点矛盾 你要知道安卓虽然给了你一部分的代码 并不是全部哦 所有里面GMS的部分 就是谷歌移动服务这部分是必远的 他是不给的 安卓就算是开源这部分给你 真正能看赌的有几个 真正能愿意认真看的有几个 你说我把里边的漏洞都赌上 别做梦了 当他这个代码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是补不上的 所以最后呢 只能是靠机制来去维持安全性 在这一点上呢 iOS还是要比安卓好非常非常多 OK再往后啊 Unity割韭菜 Unity收费和90%以上的开发完全没有关系 不知道吃瓜群众在想啥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啊 Unity收费了以后 真正会受到影响的只有10%的人 而现在这10%的人呢 已经联合起来 现在我们讲的污渡 后来我查了一下污渡 拼法是VOO DOO啊 就这样的一些公司 所有的做超清型游戏的公司 已经联合起来 准备去换平台了 现在Unity也开始认怂说 那不行咱再改改 再商量商量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可能一分钱没挣着呢 但是人家跟他说了 说你只要正是钱 我就找你收税 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这种心理问题是没法克服的 人性如此 那怎么办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还是Unity割韭菜这条 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易腾讯米哈油不会破产 会更加无底线收割玩家 其实你说的这个不对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他们确实不会破产 但是呢 甭管有没有这样的 Unity的收费方式 他们都会更疯狂的收割玩家 因为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KPI 有不同的这个指标 那么这些做变现的人 或者在整个这个里边 去设计变现流程 收费点 以及所有的这种收费金额 制定价格标准的这些人 他们的KPI 怎么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没有Unity收费这个事情 跟他其实完全无关 再往后 还是Unity割韭菜 说纠正一下 不是按下载次数 而是按安装次数收费 一个买 一个买家买了游戏 装了N台手机 计算机设备上 都是支付一次安装费用 和当年的Flash 想在每个设备上 要一美金的授权费一样 曾经市场占有率90%的Flash 现在看看啥处境 再说说盗版Unity 根本没法解决盗版问题 装一个盗版开发者 就亏1.5元 盗版的安装量 通常是正版的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这个事情是这样 它并不是说 在不同的设备上安装 收一次钱 这个我专门看了一下 是在不同的设备上安装 每次都要收钱 不是每次 就是你装了不同的设备 要收钱 但是我在同一个设备上 装多次是收一份钱 它跟你是不是只买过一次 说我比如说 我在手机上也装了 在PC上也装了 在Switch或者什么其他地方 去装 每一次安装都是要收钱的 但是我在每一个设备上 反复安装收一次钱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 不是那么准确 第二个关于盗版的问题 现在其实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开始收 所以到底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很困扰 现在Unity自己应该也没有下定决定 一定要这么干 因为有人要反抗 它现在也有点不是那么坚定了 至于Flash 怎么说 Flash的游戏之所以到后来 完全玩不起来的原因 有很多收费方式 算是其中一个 但并不是那么重要 Flash游戏玩不起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那个平台实在是太烂了 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这种 Flash开卡者大会 比如一下午 五个演讲 每个人就来讲 我开发Flash游戏 有什么经验 有什么教训 这五个人里头 大概有三个人在讲一件事 叫内存泄露 就Flash的内存泄露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见过谷歌的人 见过苹果的人 见过ARM的人 都跟我抱怨过这个事情 对于ARM的人来说 说你只要是在手机上浏览器里头 跑Flash游戏 这个CPU就会发热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从苹果一开始 就禁止在苹果手机里头 玩Flash游戏 我们就不为你服务 你内存泄露 你占用过多资源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就不为你服务 咱们别费了 而安卓一直希望说 我另辟其境 我要为你服务 苹果不服务的 我服务 让把这个用户拉回来 但是真的是 谷歌的很多开发人员 在我们面前骂街啊 说这个Flash实在是太浪 为了这个事情 整个安卓的 特别是早期安卓 手机的效率 是非常非常差的 后来还专门有人 一些中国团队干嘛呢 写这个Flash的解释器 就是不用原生 Adobe的这个Flash解释器 而自己去写一个Flash解释器 能够让这些游戏 在手机上运营的 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少发一点热量 这个事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Flash本身的底层技术很烂 导致它最后没有普及起来 它占用了更多的资源 而且造成了更多的内存泄漏 所以它没法去支持 很大型的游戏 或者说非常精致的游戏 都支持不了 那么你没有那么精致的内容 他们你收费啊 整个这些东西就会有问题 再往后啊 这个Twitter 开通音视频通话功能 说RX毕竟是公共发布平台 WeChat Line Telegram 毕竟是比较私人通讯 软件定位不同 要把RX搞成那样 真的似不像了 既要又要是搞不好的 所以我们说RX的这种私人通话呢 可能会换一种形式 可能更像是web呢 更像是一些课程啊 因为它毕竟是单向关注嘛 所以有可能更多的是会在直播 或者是在一些这样的渠道里面 对吧 那么它未必会像 让你像WeChat那样 去形成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 就双向同意的这种关系啊 未必 所以它有可能会玩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这个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再往后啊 Twitter开通音视频通话功能 老范能不能聊一下 关于Twitter的实时通讯的秘密性的问题 在Twitter平台可以浏览很多信息 因为用邮箱注册有一定私密性 而开通及时通讯后啊 这种私密性可以保障吗 墙内网友应该会特别关注这一点 毕竟微信QQ都属于是裸聊了啊 不能随便聊天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到底要问什么 因为啊 这个QQ也好 微信也好 你的聊天呢 其实是会有中央的服务器进行监控的 而且这些监控的信息 你聊了不该聊的东西以后的话 会马上会报警 可能会就有个人也会看到这个东西啊 特别是当你本身的账号有一定的敏感度 或者说已经被关注了以后 你去聊天的时候确实会被看到 但是在Twitter上呢 你这种聊天按道理说应该也是会被保存吧 不好说 因为它毕竟没有真正的大规模普及用下来 这种事情呢 只能是等它用起来以后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再去确定说 OK Twitter到底是怎么去保护我们的 音视频聊天信息的 再往后啊 李佳琪错在哪了 有人说了 说我是女生 简单分享一下花旗死的产品 为啥这次贫受吐槽 首先每笔超细 品质很差 客重很小 我说的0.07克 不知道 所以当时就 我就很奇怪嘛 说这个0.07克到底是咋做出来的 所以看似价格低 实则比香奈尔还贵 很容易断 其实它雕花啥的 最开始女生还都挺喜欢的 奈何品控真的很差 花里胡哨的外盒设计 我们真的get不到什么一点 国货走向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状态 只看广告 觉得它可以比肩大牌 实际买回来一用 感觉自己被骗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敢递死 国货不好 说了就是政治不正确 苦民求已 所以这次各种原因积累下来 达到了爆发点 李佳琦的话 只是个引爆点 好吧 那么我觉得他对国货的理解 跟我对国货的理解 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没有这么长的积累时间 我们必须是快速的做出一个新的品牌来 这个叫新消费 我们消费的不是底层的设计 不是这个品质 也不是什么科技的配方 我们消费的是这个故事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大堆像花西子这样 能够把故事讲好的人 那么他们在做整体的 叫做成本把控的时候 他们就要去说 OK我花了这么多钱去讲故事 我是不是应该少花一点钱去做产品 他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做平衡 看来的话 花西子在平衡的时候 选择的更极端一些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往后李佳琦错在哪了 说错是错了 不过胭脂非福 他跟那个品牌已经火出了圈 通过这事 我三姑四婆都知道 他是跟这个品牌的事情了 也可以这么讲吧 那么他们以后呢 李佳琦可能就会换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 或者以后可能李佳琦的这个牌子 就会慢慢的消失掉 大家以后可能没有李佳琦 但是也还会有张佳琦 王佳琦 刘佳琦 对吧 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大家要看到的不是李佳琦跟花西子 而是要看到李佳琦这种现象和花西子 这种现象 它是会有变化的 你只是说我免疫了李佳琦跟花西子的话 你这个还是在等待其他的人来去继续按智商税的方式收割 好 再往后 我理解数字游民是一个养老度假的城市 赚全世界的钱 那么是否不需要纠结于某国某地 疫情前国际度假邮轮包吃包住 年票很便宜 很多老人买了年票住在船上 同时在各国港口城市旅游 而且邮轮公司帮忙解决签证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这似乎是个简单且在字面意义上的出海 这种邮轮怎么说 其实我没有看到特别便宜的 你想它在一条船上开着 还包吃包住 你可能我觉得是一周的时间吧 大概收你个四千块钱 五千块钱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而且即使是四千块钱 可能还是内仓无窗房 是双人间是四千块钱 是一个床位的钱 所以它其实挺贵的 像我们做数字游民的话 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成本 也就是三千或者稍微多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本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这种更廉价的 或者能够达到这样水平的这种度假邮轮 如果有的话我愿意去做 但是度假邮轮有一个另外的问题 就数字游民有一个大前提是网必须好 这个游轮这种东西 你只要开到公海去 那个网就没法说了 虽然你可以用这个卫星的通讯 哪怕是Starlink用这些东西 但那边挺贵的 整个的成本就会上升 所以游轮是看起来很美好 以前确确实实有人坐一些游轮 但是这些游轮是干嘛使的 他们就是飘在美国外海 在湾区外海飘一些这样的游轮 这些游轮也不开远了去 他们飘出去以后是拉着光纤的 可以高速的上网 但是它在公海上 他们解决一个很奇葩的问题 很多人在美国创业 就拿不到H1B 就是拿不到工作签证 拿不到工作签证以后 他们就飘在游轮上 而且有高速网络连接的游轮上 在这个上面吃吃吃吃吃 进行做一些事情 每过多长时间 他们会把这个船开到旧金山 或者开到这种弯曲的某一个港口 去靠岸你可以下船去开会 去采购一些日用品 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对吧 这个以前是有过的 但是后来好像也并没有那么成功 其实美国湾区 你找Palo Alto 不要上Montemail这种地方 房租其实没有那么贵 他们当时主要解决的是签证问题 对 再往后 还是清迈线下孵化营 说是不是应该有自己擅长的 感兴趣的主要是与人分享 才在YouTube上开频道做内容 而不是渴望成为YouTuber 才去想主题找内容 这样有本末倒置的感觉 这个其实呢 两边都有 有些人是说 我有表达欲 有这个吐槽的欲望 你不让我吐槽 我就浑身不舒服 有些人说 我就是想成为网红 两边都会有的 就像开滴滴一样 或者说在国外开Uber 你说有没有人说 我就是闲着没事干 想去开一会儿呢 有 对吧 那你说有没有人说 我不开Uber 我不开滴滴 我就饿死了 我非开不可能 也有 或者有没有人说 我介于二者中间 对吧 开着呢 也没什么问题 补贴一些家用 不开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开着我还挺开心的 也会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不用特别分的清楚 说哪边是哪边的 从我现在的角度上说 我去组织了 大家来去到清迈 去开这个班的原因呢 是给所有想到YouTube上 去开频道的人 甭管你说我想吐槽 还是想去赚钱 给大家一个启动的过程 告诉大家 这个事是怎么开始的 再往后 玉制菜这一条 我不反对玉制菜 但是我反对饭店用玉制菜 如果我点了一份外卖 饭店要做的 就只是把玉制包 拿出来热一下 就给我送过来了 那么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 我干嘛不自己买玉制包 自己热吗 说到底是价值的问题 饭店用玉制菜 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还想卖之前纯手工的价格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你去买的这个外卖 对吧 你去买了一份公报鸡丁 你到底是花了100块钱买的 还是花了50块钱买的 还是花了10块钱买的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每次如果都是花了100块钱买的 公报鸡丁 那么你要求他给你做纯手工的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你如果花的是15块钱买的公报鸡丁 那你就不要怪人家用5块钱的公报鸡丁料包 给你热一下送过来 对吧 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能去想的 这个说所有的便宜一定要我赚 这事是不行的 你说我真的花到了那份钱了 人家就应该是大师傅给你做 我记得以前咱们去北京有一个烤鸭店 叫大董烤鸭店 那个大董是他们那个厨师长 是中国第一个学了MBA的行政主厨 他是MBA毕业的 大董呢就属于是特别特别贵 你去到其他店去吃烤鸭 对吧 你点完了以后 烤鸭就直接骗好了 给你送上来了 大董是第一个发明什么呢 你点了烤鸭以后 他会推车到你面前来骗 那么我到你面前来骗了 你应该付更多的钱 所以你不要光想着说 你不能用玉石菜 你还要想想你自己付了多少钱 好 再往后啊 这个拼多多被做空这条 中国低端产业链转移是迟早的事 但是被转移的国家们 没有成熟的对欧美直接出口的 本国的互联网平台 他们依然的依靠国外客户来采购 放在国外商店去出售 而中小学商品 现在可以跳过国外采购商 自己直接有互联网平台 直接销售了 做的最好的应该就是皮诺多 这个不知道跟中小学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看怎么说 比如说在泰国 包括像印度 印度可能咱们两说吧 像刚才这些国家里头 他们做出这些商品来 他确实可能自己是卖不掉 你说这些地方的人 你要再去招聘程序员 再写出新的电商网站来 再去跟人竞争这件事呢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但是有两个地方呢 有可能是会干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来的 一个是印度 印度呢 它是有很发达的IT产业的 但是呢 印度到现在为止 其实没有任何一款 在国际上打得响的互联网产品 在中国至少还有一款叫TikTok 还可以在全球打响 现在Timo也开始全球打响 深印也开始全球打响 中国还是有一些这个东西 剩下的其实都是美国的 其他国家都没有 印度呢 就是它有大量的程序员 也培养了大量的程序员 但是呢 它能不能做出来 能够到全世界去横扫的这种产品来 我们还要留一个问号 因为印度的互联网产品 互联网市场 还在被中国的各种互联网厂商 杀来杀去呢 杀个七进七出 对吧 把这个当地的印度厂商 都杀得跟血葫芦似的 这件事情咱们到现在为止还在干 另外一个呢 就是越南 越南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组织了 大量的越南开发者 出来给人做外包 出来去加班 去做很多以前中国程序员做的事情 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这个事呢 我觉得也还是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 但是其他的国家 像什么印尼啊 泰国啊 马来西亚啊 这些地方都是很难的 当然你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呢 你说TikTok 它是个新加坡企业 没什么毛病 对吧 Timo可能以后也是个新加坡企业 深印最后也是个新加坡企业 所以这个 你说它最后是中国企业 还是新加坡企业 可不可以分那么清楚呢 好 再往后啊 工信部要求APP 败案这一条 这是应该比较旧的一条视频了 说国行手机怕的根本不是啥反诈APP 是怕它硬件上直接给你锁区了 苹果最怕这个 一旦锁区 你有外区账号也没法用了 十年前的游戏主机就能实现锁区 它要锁你太容易了啊 这个事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咱们到现在为止 甭管是Xbox还是PS5 其实都是不索区的 你用这个很容易的方法 就可以把你的国行买的PS5 或者Xbox 就可以越到这个香港 台湾 日本这样的区域去 硬件上真正有差别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Switch国行的是彻底没法弄 只要你是买了腾讯代理的国行Switch 那就是一块砖头 基本上没用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年的iPhone15 以前的iPhone14 虽然美区的是两个eSIM卡 你是没法去连接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SIM卡的 以前呢 但是它可以加这个叫线开卡 你可以在那个手机上开卡槽 再把这个SIM卡插进去 原来可以干这个事 但是到iPhone15 iPhone15 Plus iPhone15 Pro iPhone15 Pro Max 就是中国的版本跟美国的版本 那个主板长得不一样 就是美国版本 它把主板上原来该开卡槽 那个地方给你占掉了 把那个iPhone硬盘的地方 给你挪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呢 现在iPhone15 这个甭管各个版本吧 它现在已经完全没法去 从美国买回来 开个卡槽把这个SIM卡插进去了 这个事已经没法干了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影响 再往后啊 这个华为突破封锁了吗 这个老范是个客观冷静的媒体人啊 其实我应该还不算媒体人啊 很多年前 华为对舆论的掌控力 就不但遥遥领先 还是一记学尘 连员工过劳死的新闻 都能够秒封啊 华为对整个行业的掌控力 确实是很强的 非常非常强啊 在没有成为国货之光之前 就已经很强了 那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再往后啊 手机在监听我们吗 一次把手机放在电视机前面 就干别的事去了 当时电视机里放的一个什么电视剧 剧里头反复说了什么东西来着 具体记不清楚了 等干完回来 拿来手机再打开淘宝 就推送了一段堆电视剧里边 说的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各种巧合连在一起啊 没法说这件事情 现在呢 没有一个特别客观公正 或者特别严顺的一个实验过程 能够去确认说 它确确实实录音了 再往后啊 手机在监控我们吧 这两天又在风传工庆部 要求苹果国产全部 只能使用大陆ID注册的 Apple账号 海外账号将会锁定 这事老负 老范怎么看 这个是有传闻啊 但是我不确定 我还要等这个手机到手再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要去看看 是不是去买个泰国iPhone 对吧 可以绑大陆账号和这个美国账号 因为我是iPhone上两个账号的 因为你不去拿一个外国账号的话 它会有问题 这个我们要再去看看啊 这个还要再等 再往后啊 这个手机在监控我们嘛 说这个我有一个疑问 首先我在国外 我从来都不用海外拼多多 声音音之类的东西 我就用亚马逊购物和国外的网站 那比如我在YouTube上看了几条广告 是有关卖花洒的 那亚马逊也会收到之类的推送吗 这两个公司 它本质上是属于各玩各的呢 而且如果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也算侵犯用户隐私 或者用户信息泄露呢 首先呢 你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广告联盟 亚马逊上头的商家 也会到YouTube上去投放广告 YouTube投完广告了以后 可能也会跳转到亚马逊去购买 它是有一定的广告联盟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YouTube上看了相关的广告以后 亚马逊是可以 可能会得到相关信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即使亚马逊得到了相关的信息 其实是你同意的 你说我哪同意过 你要注意啊 你看YouTube或者看很多东西的时候 它在前面会有一个一闪而过的 让你去用户知情同意书 或者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在YouTube网站 或者亚马逊网站的某一些 机角角的地方 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它要求你在网页上 授权它使用cookie 对吧 有这样的这种授权 你可能这个随手就点了一个同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所有的这种信息的迁移 或者信息的这种互联互通 都是经过你授权的 人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再往后 iPhone被阉割了哪些功能 说今年iPhone各方面都很均衡 相机Type-C接口三纳米芯片 最重要的是三个提升都有了 唯一缺陷就是配色 不是很好看 太灰看上去很低调 而且希望内存能够做到 这个是什么Gb 然后毕竟安卓有12GB 12GB 16GB的标配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 第一个颜色 对于iPhone来说 它只要保证每年有新颜色就够 这个事情我讲过 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交价值 就是我能知道你是买的新的 而不是买的旧的 像我们以前 每年出新iPhone的时候 会专门有人出这个iPhone手机皮 什么意思呢 就像你去年的iPhone 贴上这个皮以后 长得像新的iPhone一样 当你拿出去的时候 你会说这个人买了iPhone了 而是最先款 这个人好有钱好厉害 对吧 他会享受这种社交的虚拥心 第二个呢 所以它跟好看不好看没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iPhone内存的事情 其实呢 你不需要去跟安卓比内存 因为安卓本身 它的运行环境 运行的这个程序 它就不要消耗内存 iPhone可能消耗的就少 这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的机制 它就不需要那么多内存 它只要说最后不卡钝就行了 你管它要有多少内存呢 我要有那么多内存 干嘛是 没用 所以这个是没必要 再往后 这个iPhone被阉割的功能 华强北早就有开槽 加实体SIM卡的业务了 美版直接用 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讲了 iPhone14可以 iPhone15不行 现在他们所有华强北的人 都在头疼这件事情 如果买了美版iPhone15 回来没有地儿开槽 现在他们可能唯一能处理的方式 叫下开槽 什么意思 就是插一个 就套一个这个手机壳 通这个Type-C 把这个重新再插进去 这个事是可以用的 但是接触或者是各种方式都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今年买美版iPhone 千万要小心 以前14是可以的 这个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15不行 因为他把这个iPhone15的 美版的主板的形状改 就是国产机的 这个国航机的主板的形状 跟这个美版机的主板形状不一样 美版机主板形状在这个开SIM卡槽的地方 给你放了个东西进去 这个事是很麻烦的 再往后 说这个iPhone被阉割的功能 苹果宣布中国制造的iPhone手机良品率达到99% 因此只在欧美市场销售 而印度组装的Galliver苹果良品率只达50% 则在中国和东南亚推出 台湾人如果要买苹果手机 请务必在欧美市场入货 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的太多了 第一个 你就算是不良品又能怎么样 你最后不良品他不会出厂的呀 不良品都留在工厂里 甭管你不良品率是99%还是1% 你最后拿不到手的 你拿到手的还都是良品 都是经过苹果检测的以后的良品 这是一方面了 第二个呢 如果你说我就是不要印度生产的手机 其实也很简单 你这个苹果手机拿上来以后 它上的是有哪里组装 哪里设计 一般原来写的是Assembly by China 还是In China 我忘了那个词 然后是Mailin 就是是Design 这个是设计是在加利福尼亚 还不是在美国 是在加利福尼亚 大概原来这个iPhone手机上 写了这么两行字 然后如果是印度手机的话 它在机壳上会写着 是在印度组装的 你可以挑说是印度组装的 我就不要啊 不是印度组装的 我就要 为什么是这么讲呢 因为中国大陆是会销售掉一年苹果产量的25% 而印度只能产这个苹果产量的这个 就是苹果年产量的7% 所以中国呢 一定会有大概大部分的是中国产的 对吧 可能百分之十几啊 都是中国产的 只有百分之很少的一部分 可能百分之三百分之几的是印度产的 因为印度自己还要消化吧 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也还要消化一些印度的这个手机 所以在中国我觉得碰到就中国大陆吧 碰到印度产这个iPhone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至于台湾是什么情况 我就真不知道了 台湾可能每年卖不了多少iPhone吧 台湾2000多万人口 比如说能够卖掉几百万只iPhone 也许是合理的吧 因为我没有这个数据的概念 中国的话是每年大概是卖掉5000万只苹果 5000多万只苹果 那个肯定印度是产不出这么多苹果来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这一次呢 苹果的态度也很暧昧 因为有些人说 有这个传闻啊 这是不是这样 是要把中国产的苹果供欧美 印度产的苹果供中国 有没有这个事情 苹果讲的说这个事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印度产的苹果 中国都供给中国 中国也是不够用的啊 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呢 并没有明确的否认说 我不会把印度产的手机供给中国 这个事情他是不能否认的 因为你一旦否认这件事情 你在中国等于彻底 印度手机就卖不出去了 这个事就会很麻烦 你比如说我到店里头去买苹果手机 我还可以挑 说你这个如果是印度产的我不要 你如果说我是网购的 那你印度产的苹果手机到手里 你给人退回去吗 可能很多人就拿下来就用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并不太反感使用印度产的苹果手机 因为你最后买的是苹果 良品率 那是苹果自己的损失 或者说是富士康的损失 你不良品 那富士康拿回去存到 如果到我手里出了问题 也是苹果负责保修 苹果会负责给我换新机 会给我处理所有的问题 所以没有那么多可担心的 这个怎么说呢 以后可能我们见到更多的 印度产的苹果手机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每年可能印度产苹果手机的销量 或者说它制造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上升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现在为止 苹果也从来没有承诺过说 我要把果链留在中国 果链会不断出逃 这就是一个现状 好 这就是这一次的老饭独评节目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unt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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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